不想喘味道過敏 就別惹免疫系統不高興 每個小朋友如果偏食 他吃了這些單純的食物 已經正好有 比較難消化的這些 大分子的蛋白質 那就容易導致腸味道過 比如說蛋液的食物 雞蛋 來一點點 我可以把它消化掉 因為消化不完的時候 大分子的蛋白質 就會跑到我們血液裡面 不多啦 一點點 可是那些就足夠讓你 身體的免疫系統生氣 真的 還假的 對啊 今天晚間八點 媽媽好生 東森超市三三頻道 我們下次見